终于放假了 再不放假我就要断粮了 为了准备一整考 向云术狠心连兼职都没有去 聂香丝假模假式地拍拍他的背 以示安慰 香丝 今天考试结束 咱们要不要去庆祝一下 去哪庆祝啊 容我想想啊 有了 你回来了 你你讨厌吗你 好了好了 你快说怎么庆祝 我们呢先去吃个大餐 然后去唱歌 怎么样 又吃饭又唱歌 那岂不是要弄得很晚 嗯 相思 难得一次 好吧 去了去了 嗯 去 走 反正回去某人也不搭理他 那他回去那么早干什么呢 还不如在外面待着 要是回去晚了 某人发怒骂他几句那就更好了 至少不会像之前那样 对他不理不睬 注意一定 两个人欢快的就去吃大餐了 珊瑚水泻 湛庭身回来时 没有在客厅看到聂相思 倦意的美语便微微的拧了起来 瑟瑟呢 小姐 小姐 湛庭身在玄关站了几秒 什么也没有说 硬直朝楼上走了去 先生 晚饭好了 湛庭身没有回应 张慧嘴唇张了张 到底没有再继续说 掉头朝厨房走 不想 人还没有走进厨房 就听到楼上传来了开门的声响 张慧一愣 偏头朝楼上看 就见某人换了一身行头 面色冷硬 朝楼下走了下来 玄关换了鞋 拿起之前放在鞋柜上的手套 就出了门 聂香四和夏云书所谓的大餐 其实就是在某知名的韩式自助烧烤店 吃了一顿烧烤 嗯 还得自己动手烤 吃完烧烤 两人便去了银座的KTV唱歌 因为只有聂香四和夏云书两个人 所以就要了一个小包 包里有两个麦 正好一人一个 还不用抢 有一天我写着美肠就让银和家 可笑话呢 我长嘴还没说 我自己开始笑 正当两个人嗨到忘乎所以 音乐声亦是正耳欲聋 包房门忽然地被从外推开了 三四个穿着暴露特风骚的男人 扭着胯 从外走了进来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这时一名穿着红色抹胸短裙 暴露的女人 从外走了进来 两位小姐 人已经带来了 您二位看看 是全留下呢 还是从他们四个里挑两个 不好意思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小姐 您是对这几位不满意是吗 没关系 还有 女人话音刚落 打了个响指 起码有七八个 着装妖艳的男人 从外走了进来 聂相思和夏云书 几时见过这种场面 心下直呼辣眼睛了 两个人就算再懵懂 也明白这些男人是干什么的 可是他们两个什么时候 要这种服务了 看来这两位小姐 有些难以抉择 你们就一个一个的 给这两位小姐介绍一下自己 能不能让这两位小姐 留下你们 就看你们各自的本事了 别别 不用了 那个你应该是弄错了 我们来只是来唱歌的 没别的 两位小姐 你们的包房是309号 而且你们定金都交了 所以我才带着人过来的 怎么会弄错呢 什么鬼的定金啊 他们什么时候交过这种定金了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去伺候两位小姐 让两位小姐舒舒服服的 那些男人看了眼那女人 便从四面八方 朝聂相思和夏宇书涌了过来 你们 你们 别过来 快跑 聂相思白着脸 抓着夏宇书 直接从面前的玻璃桌踩过 朝包房门口跑 然而 两个人还没有冲到门口 房门便被那个女人从外关上了 聂相思甚至还看到 那女人的脸在房门关上的前一刻 对她露出了一抹鬼笑 聂相思和夏宇书抽了口气 握住门把手用力扯了扯 都没有能将房门扯开 而与此同时 两个人明显地感觉到 朝两个人这边逼近的 嘈杂的脚步上 既然要玩 那就玩 所有人都愣住了 夏宇书傻眼地看向聂相思 聂相思握住夏宇书的手 大眼通透 营亮 不过 这个地方太小 这么多人在不方便 你 你 你们两个留下 其余人可以走了 两位小姐在门口站着不好玩 要玩 咱们到里面来玩吧 轻巧地从男人壁弯下闪过 拉着夏宇书朝包房里走 他算是看出来了 今儿个要是不玩 他和夏宇书就别想走出这间包房 两个男人见聂相思和夏宇书 走到了沙发坐下 其中一个人随抬手 对着房门敲了几下 两轻三重 而他敲完 房门便被从外打开 刚才领着这些男人进来的 妖艳女人出现在了门口 看着聂相思和夏宇书两个人笑 聂相思的眉头 拧出了一道褶子 银座KTV406号贵宾包房外 这位爷 事情都按照您的交代办好了 干得不错 这是你们的酬劳 谢谢爷 滚吧 讨厌 女人扶了把男人的胸 扭着腰 踩着十几厘米的高跟鞋离开了 但女人下了楼 一抹鲜柔的女人身影 方从包房里走了出来 喜欢胸大的 男人黑黑笑 伸手便要摸女人脸 便拿碰过别的女人的脏手 再来碰我 哟 吃醋了 我为什么要吃醋 啊